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NetGent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星期三介紹的深水 就是在上一段影片已經回顧了 以及已經講了一些備忘碼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同樣上次的高速賽用碼 都在上一段影片讀出來的 有九隻長痴 買名都可以讀出來的 如果這個螢光幕看不到 去到上一段影片 保證你聽到 大家都知道 NetGent談賽馬是一個免費的賽馬頻道 每次都會提供高速賽用碼 以及兩隻NATCH粉拿蛋給大家參考一下 希望大家會繼續支持我這個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 例如來到我的Facebook Post 通常會連結到Blogspot Blogspot周圍都會有些熱面廣告 如果大家覺得有興趣 按一下去看看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 Youtube影片播放之前 有時都會有些廣告 不用一定按略廣告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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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等於支持我NetGent談賽馬的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 明天第二個場次 準備介紹第六場 挺而走險 繼續買3T場次 拿2號 理想迴報 讀鏡級位置 和練習級位置 很膽 理想迴報連續贏了兩場 其實上場贏的姿態 都是出色的 贏了兩場都是加了11分 加5分加6分 上場搶上來贏得漂亮 搶得比超然更厲害 擔心兩樣東西 第一就是 這隻馬未揹過130磅跑 跑不跑得碰 沒有人知道 第二樣是潘頓 潘頓神經質 不知道他怎麼跑 但這隻不是大熱 可能給點心機跑 如果我是沈澤成 今年的氣勢正盛 連馬斯磅 鳴力前茅 贏了兩場 沒有理由收起來 一定是再拚 沒有可能不拚 還有這麼難得 三場都是布黎地遷移 擺明居馬 所以神科狀態都是漂亮 所以要回到做膽 選了三隻配腳 我不是黑鍵不選大熱門 但這場大熱門的福氣多多 我覺得水準普通 尚尚晚上姿態是漂亮的 但去看第二第三那隻 當然是甚麼呢 勁快暴龍方進區 講完 這兩隻是第二第三 講完的水準 加分升班 當位沒有上次那麼好 其實是 在3T場次 隨時不在這 福氣多多 不穩神 所以拿回其餘一些 給你冷的腳 龍城猛將 剛才說了精英寶貝那場是高水準 精英寶貝放頭贏 賺了少許形勢 他就不算賺形勢 他是跟三四位 走回來也是三四位 被超員撲過了 跑到第四 我覺得水準不差 今次有個十二檔 就是一個 沒甚麼所謂 尼地十二檔 其實 蔡明肇跑 在外面也沒甚麼所謂 在外面游下游下 隻馬有基本能力 少少腳情沒問題 只要隻馬走得順 隨時撒到一直 現在這麼冷 當然要拖 娛樂大少屋 上季 整季沒有出過 前季出過兩場 前季初出過那場 有基本能力給你看 52分有基本能力給你看 現在減到47分 整季沒有出過 排檔好 隻馬希望有新鮮感 想跑跑得好 就是這樣 沒甚麼特別原因 因為始終覺得分數 隻馬不止這個分 只是擔心他傷患 我覺得駁一駁 有個檔位好 首號威風駿馬 威風駿馬 四平八穩 說他贏不贏得 不覺得他贏 但是位置機會挺高 所以拖回了一隻腳 所以這場馬的投注策略就是 2號你想回報 獨人和位置 還有2號你想回報 做年營及位置 腰膽拖 1號龍世晚將 十部娛樂大事物 想學駁一駁 大家都知道 現在我在另一個渠道 都會發放一些臨場的分析 例如其電動態 法動令勢 預計雜前落飛馬 和而而不玩馬等等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來到我的Facebook page 按一按Send Message 或者私信我 按一按這個按鍵 私信我 這樣我就會盡快回覆你 希望大家都喜歡這段影片 如果可以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NetChannel 訂閱或者訂閱 還有點鬧鐘 但有新影片 就在NOTOFacebook 通知 第一時間知道 多謝你們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 下集再見